大家好,歡迎來到聖經徵讀 這一節我們會開始講針言八至九章 主題是智慧的心聲 我們會看到八章一至三十九節第十四分 智慧的呼籲,包括智慧的呼喚和接受的祝福 而九章一至十八節就叫第十五分 就是警告,包括智和愚兩種道路的選擇 我們首先看第八章 第八章就是智慧的呼籲,裡面分了幾段 我們首先看第一段,一至五節就是智慧的呼喚 在智慧的呼喚裡面分了兩段 第一段就是智慧發聲的地點無處不在 就是第一節至第三節 裡面有道旁,高處的頂上,十字路口,城門旁,城門口,城門洞 這些都是指人們出入的地方 這也表示主耶穌降生的傳道工作 就是要到處傳福音,祂將真理傳給外邦 他就是比所羅門更大的一位智慧王 而第二,就是智慧說話的對象 就是四節第五節 這裡說到有眾人,有世人,有愚昧人,有愚蒙人 也表示了主耶穌基督在世要傳福音 叫眾人悔改,信這個福音 我們繼續下去吧 首先我們就看了針言的八章一字到第三節 就是智慧無處不在 我們先讀它一字到第三節 智慧喜不呼叫,聰明喜不發聲 他在道旁高處的頂上,在十字路口站立 在城門旁,在城門口,在城門洞大聲說 好了,前面有淫婦在陰暗偏僻的漢口 埋伏和誘惑少年人 就是剛剛提到的第七章 而相反,智慧就在眾人面前 堂堂正正地叫光明正大 就是高呼人要來找自己 好了,這個聽從 中文聽從這個字很有意思 人聽見是怎樣的聲音 就會隨從怎樣的道路 在第七章提醒我們 要遠離淫婦 以情欲試探的聲音 緊接著下來就是第八章 教導我們要懂得聽懂智慧的聲音 也就是神所要教導我們的話 而在希伯來文中 有一個字叫shema 這個字含有非常重要的熟明意義 它其實是動詞三麻的命令式 在一些介紹希伯來詞語的書籍裡 都是用這個字作為條目的開始 筆者也認為它是信徒 和神建立關係的核心元素 所以也選擇了用這個字來寫 這一篇有關希伯來文的文章 好了,相比其他語言 希伯來文的字詞 也就是往往包含至廣闊語意的範圍 這個shema就是包含到hear 即是聽到聲音 listen就是聆聽 用心聆聽 留意就是注意 而最重要的是Obey 就是要聽從服從 所以shema就是包含了這個意思 然後再說針言的第八章 前三節就是隱言 就說智慧喜不呼叫 聰明喜不發聲 在這一段中出現的這兩個詞 就是智慧和聰明 智慧就是指完全的知識和絕對的真理 而聰明就是指完全的智力 就是對智慧有完全的領悟 好了 看到人家有危險 我們都會忍不住喊出來 期望就是挽回不幸 人心也是這樣 而神也會是這樣 智慧正在發聲 意味著我們的神不是真默不言地 看著他所創造的人走向毀滅之徒 正如父母見到子女行叉搭錯的時候 就會大聲叫他們回頭 智慧也是迫切地呼叫 就是神在黑暗的時代 所發出來的一種愛的呼喊 呼召人要趕來離開罪惡 回到神身邊 因為當神在創造人的時候 就把自己的智慧放在人的心裡 人內在的良心、良知就是智慧的一種 這個智慧就是良心的警暴器 跟神相連相通 他也很清楚地知道 上帝所要的是是和非 因此當人要走入黑暗或奇路的時候 良心自然會發現 發出警告 除了人的良心、良知 神在全宇宙各地之上 都是用普設智慧的發聲器 為了讓人看到能夠思考 而明白真理 這樣便知道要找尋智慧的源頭 創造萬物和生命的主宰 而在這裏 就描述到智慧 就像二人法一樣 就站在大道上 也就是一切道路的交回處 甚至站在城門旁邊 城門口、城門洞 這裏一切都是活動交互的中心 因此在每個路口 也就是每一處都可以聽到智慧的言語 道旁高處的頂上就是高山上 一般人認為高山上是最接近神的地方 也是神向世人說話的地方 而十字路口就指 人朝流動最快、最湧跡的地方 城門旁邊、城門口、城門洞 凡是城門 在舊約當中都有特別的意思 因為每個城門都有名字 當然,城門也是交易的地方 因為城門外面會有 擺馬、市集的地方 而城門裏面都有市集的 有不同的交易 所以城門代表著交易的意思 或者地方 也是城門外面的長老 以及有名望人士聚集的地方 為甚麼呢? 因為有時城門口 裡面 裡面不是外面 裡面會有一個大城池 大城池裡面 通常會聚集一些人在說話 而在大城中間這個地方 就像旺角、戰衫的地方 就是最旺或者最多人流的地方 所以最多人流的地方 都會聚集一些長老 以及有名望的人會聚集他那裡 那裡也是一個公開的法庭 也就是有大事宣佈的地方 也代表著神要將他的聲音 傳到各處各個人的意義裡面 假設我們將這個想法應用到在香港的話 也就是說 智慧在禮賓府、交易所、銀行 而且在東南西北各個方向的路口上說話 也表示著 智慧永遠都是公開並不隱藏 也沒有嘲嘲的說話 也不會隱瞞人 智慧也是世界性的語言 講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需要回到前面 第七章來看 就是一些十分明顯的對比 在第七章裡面 邪惡就化身成一個女人 所有用來描述邪惡的可怕 隱喻性的言語都出現了 在那裡就對邪惡的描述 讓我們看到邪惡會隱藏在陰暗的地方 或者隱暗的地方 假話的潛閉 鬼詐地向人說話 這與第八章形成一個有趣 而且完全的對比 就是自衛說話的對象 就是自衛說話的對象 就是這樣說的 眾人啊 我呼叫你們 我向世人發聲 就說 愚夢人啊 你們要回誤靈明 愚媚人啊 你們當心裡明白 自衛人 自衛人對愚媚人發聲 愚媚人的腦袋是空白的 就不知道是怎樣面對試探 也不懂得保護自己 就好像戴口罩一樣 還有些人是不肯戴口罩的 不肯保護自己 但是自衛就能令我們明白和謹慎 愚媚人呢 就是指那些不懂得悔改認錯 而且藐視自衛的人 自衛不斷地呼喚我們 但是很多時候我們聽不到 因為已經習慣了不聽 我們常常都聽不到 成靈的聲音了 由此看來 自衛是不斷地說話的 這個事實就將人 和其他創造物 區分開來 因為在人之下的創造物 是不能夠聽到智慧的聲音的 其實可能聽到是我的 反而反而我們聽不到 所以其他創造物 反而反而反而聽到神的聲音 反而反而我們也聽不到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 人性奇妙和可貴的 人往往根據貧富貴賤或學識 和社會地位的高低 有所差別地對待各人 但是神 卻是一事同仁 邀請了所有的人 都來得到智慧的 無論是對於身居要位 或者地位低下的 這個顯明了神的公義和公平 神智慧的聲音 是向全人類發出的 而經文中說的 眾人、世人 就是全人類 無論是男女老幼 哪一個種族 哪一個階層 哪一個行業 哪一個時代 神都是願意給他們聽到智慧的發聲 亦需要聆聽 從神而來的智慧的聲音 這裏這樣大聲地說 智慧大聲地說 愚夢人 你們要匯誤靈明 愚媚人 你們當心裡明白 因此 智慧就是對人說話的時候 是向愚夢人說話的 這裏的愚夢 這兩個節值得我們注意 因為一般人的用法 就已經失去了原有的含意 其中 英文的KJV的翻譯 就是這個希伯來字的時候 指的是一些缺乏了智力的人 而愚夢這個字的真正意思 就是那些 一個心智開放的人 此外 智慧也向愚媚人說話 愚媚人就是指一個 行為愚蠢的人 愚夢人和愚媚人是不同的 愚夢人就是指人 心靈被遮蔽 蒙蔽、遮蓋 好像沒有被使用過 又好像被報遮蓋著 他亦因為不追求而無知 以至被蒙蔽看不清事情的真相 而愚媚人就是堅持己見 硬頸固執 驅離於自己所知所想的有限觀點 就不肯開放心胸 接受新的觀點 亦不願意接受 接納別人不同的看法 其實這些人 無論是愚媚人 愚夢人 在這個時代仍然是有的 可能我們自己也是 愚夢人就是需要除去惰性 極追求從神而來的智慧 才能夠令到蒙蔽了的心靈 恢復清楚明白和通曉 而愚媚人就需要屏蔽 他的固執至高至大 反而要謙卑轉去神 才能夠真正明白真正的智慧 好了 所以智慧的訊息是給所有人 他向那些甚至開放的人 發出呼籲 無論人有多愚蠢 而更加需要的是他要懂得去聽從 好了 先說到這裡 之後其他的內容 會再跟大家說 先說到這裡 祝福大家